这种俗称泡棉船的主法 竟然没有执照 也可以出海去钓 民众直击渔港边 两名穿上旧生衣的游客 准备搭泡棉船出海钓鱼 旁边穿假脚脱的就是业者 当场收钱 这是屏东沿浦渔港 被质疑违法 揽克海钓 以前是一两只而已 现在哪只只 没有多少只 这大只就五只 附近的民众抱怨 钓客经常傍晚出海 半夜返港 光是船的引擎声 就扰人亲蒙 12点一班 再来一班 再12点再出 出于6点再出 被质疑违法揽克海钓 一艘船常常挤了三四个人 每个人收费一千 船身也没有安全的措施 业者这么回应 因为出去都会看风浪 然后也是会穿旧生意 我们浪大就不会出去了 只是租他12倍 他们自己出去钓这样 泡棉船又俗称波特船 非船舶而是载具 不归渔业署和交通不管 农业处说 暂时无法可管 政府还是呼吁说 呃要出海去从事休闲海钓的这些 呃相关的这个钓客 还是要搭买合法的这个娱乐渔船 是要出于跟海巡登机出去的人数这样 这个有可能合法划吗 未来可能会有机会 休闲海钓的营业行为 有没有违法需要进一步的认定 但泡棉船使用保力龙泡棉所制作 船体轻容易因为海巷差而翻覆 业者揽客出租 竟然没有主管单位 发生意外 找谁追究 TVBS新闻叶峰达屏东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